我是谁 不见沙茶 一罐沙茶成功阻止了广东人吃不见人 因为一谈起沙茶 两地人民就能达到一种默契 这东西在他们心里就是YYDS 那么沙茶究竟是什么 沙茶是什么 沙茶的名字里虽然有沙也有茶 但它却和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关系 就像老波瓶里没有老婆 金龙鱼里没有金龙 它只是花生 芝麻 蛋蒜 虾米 鸣露 牛油等原料混质而成 色泽橘黄如高纸的一员大将 而且它甚至都不是中国本土的物品 明清时期战乱 不见人到了连大白菜都吃不起的地 于是人们决定外出谋生 从开放的厦门港蜂涌而出 前往马来西亚 印尼等南洋地区 史称夏南洋 到了南洋他们发现 人们都在吃一种新奇的东西 沙爹 在湿热的南洋地区 刷上沙爹酱的肉串增添了辛辣的口感 刺激了人们的食欲 后来福建人带着一众从南洋逃回的宝贝回到了福建 其中就有个沙爹 人们介绍沙爹 一听不是傻爹就是沙爹 各位爹不干了 恰好茶的米男人发音 就是被迅速改名为沙茶 还没有断了沙茶在福建的行光大道 厦门沙茶就是南洋香料之极大成者 沙茶汤底的秘密 江湖有传闻称 正宗的古早沙茶 必须由36种南洋香料精细配比而成 但传言传来传去 具体哪36种香料配方 每家老字号都密布外成 因为南洋香料种类过于丰富 香茅草 咖喱叶 九层塔 蜜蝶香 豆蔻果等 如果没有师傅的亲身传授 想要自己在家调试出沙茶配料的难度 赶得上数学难题 所以 每家老字号的沙茶汤底的香料配比不同 口味就不同 分繁复杂的排列组合 让人难以追究正宗的存在 但要说最好吃的 那肯定是自己家楼下的那家沙茶面 在中国沙茶的发源地福建厦门 遍地是沙茶 家家户户的楼下都有属于自己的正宗沙茶 厦门人永远的心头好 据粗略统计 厦门岛内外的沙茶面店 大大小小加起来有近500家 当沙县小吃和兰昭拉面这两位大哥 带着四川麻辣套和长沙臭豆腐小弟 在全中国攻城掠地的时候 只有在厦门一碗沙茶面 把它们通通撂倒在地 因此吸引了各地好吃沙茶的时刻 前往厦门或品尝 或学习制作沙茶面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一众学徒中数量最多的 竟然是来自沙茶发源地的东南亚人 过去 印尼沙茶由华侨传入厦门 而经风水原油转 又有东南亚学徒来到厦门学习 在越南 印尼 新加坡等地 一家家带有厦门字样的沙茶面店 在当地引起了新一波潮流 在广东潮汕 沙牛CP 是当地公认的天团CP 河庚之美 在于河裔 厦门人生安此道 从南洋沙爹到缅帝沙茶 口味融合的背后 是两种文化的交织裂变 数百年前 东南亚的乡亲料美 远渡重阳来到福建 称为沙爹 数百年后 厦门人又把这碗酱料 带出国门 乘坐沙茶 和谐共存 兼收并序 是融合在一碗沙茶面里的 敏人智慧 中华文明的深厚内涵 是在悠久历史经验积淀中 形成的 是在与外来文明交流 互建基础上 丰富的 敏人如此 伯仁义如此 而未来之中国 也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